而全美健康食品的趋势指标 美西健康食品展 不但能够参与的业者 必须具备一定的知名度 还有影响力 受到美国主流的认可之位 不少的华人业者 也推出了多款的新产品 来经济抢占全美市场的占有率 选在一年一度 人气最旺的美西健康食品展 成立超过40年的许氏生涯集团 在副总裁郭振义的带领下 针对年轻族群推出许氏花旗生定 每颗都包含满满元气 像这样子的一颗的花旗生定 它里面有含500毫克的 10%的人参灶带 这样的一颗相当于 我们真正的花旗生的一颗 不只方便年轻人 更兼顾传统市场 许氏更将六年根的花旗生 制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花旗红参 那花旗红参它的制法 就是将新鲜的花旗生 经过蒸煮之后再去烘干 所以它是 它里面的糖分会转化成红参的糖分 是比平常的花旗生稍微温补一点 但是还是花旗生 所以也不照热 紫色展台格外显眼 以专精眼部保养起价的Vishu Smart 易用眉中之王 纽西兰黑醋粒 制成即时饮品 满满花旗素 能保眼部健康 你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 打开就可以饮用了 味道和原来的果汁比较相似 而且我们又放了很多这个 对眼睛好的Powder 花青素 还有这个多酚的成分 强调从生长到实用 都能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而且健康养生 靠着越来越多企业力争上游 目标就要让美国民众 真正感受到健康生活 中文新闻李中瑶 杨平俊 洛杉矶采访报道